Hello 大家好 今次想說回 其實近來法國 都一兩年的時間 在香港有很多人去旅行 很多人都會買手信 有些人就會去日本 或者泰國買一些藥 很多人都會 但是買一些止痛藥 而止痛藥當中 因為它寫了入文 很多人都看不到裡面是什麼內容 是什麼成份 但法國有很多時候是一些消炎止痛藥來的 他們就當禮物一樣 買回來就派手信 派給很多人 但是問題是 有些人吃了 胃就出現了問題 可以產生胃發炎 嚴重的 那些胃發炎不是簡單的 還有胃繭藥 令到胃出血的情況 所以就呼籲大家 買手信之餘 如果買藥物 看清楚什麼藥 不是每個都適合的消炎止痛藥 因為它本身有相胃 亦都相腎 亦都相肝 亦都相肝 有很多時候可能膝頭疼痛 腰骨痛 會吃了這隻 以為保健食品 以為這些手信是保健食品 吃完之後 真的不痛 然後它長期吃 那就會麻煩了 有些人會因為這樣 吃到胃出血 但有些人影響腎就很慘了 變了就要永遠洗腎 所以大家千萬要留意 不要亂買手信